江胜山,又一,拿下亚运银牌。 资料照,教练杨东珍提供记者廖宇伟台北报道, 台湾下坡车神江胜山赴予亚迦达亚运摘银牌, 风光返国后不忘回馈基层, 决定将150万国光奖金拿来自半登山自由车赛, 不足款项再向外借募款, 期盼能让台湾车手有更多的舞台。 江胜山返台后就投入筹办比赛, 预计将于10月20,21日在桃园归山区的中坑举办, 江胜山说,亚运让自由车赛事在国内受到关注, 我希望能延续热潮,培育更多的潜力车手, 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江胜山坦言,举办比赛只是第一步, 期盼政府,企业能投入更多资源, 希望抛砖引玉,让车界正式缺乏比赛磨练的问题, 一同将台湾自由车环境再提升。